我們了解包括陸生、陸佩、還有各國大陸之民 在內各類的境外人士都有租金的需求 但是最近疫情突然景氣升高 政府基於整體防疫的資源有限的考量 必須參考各類人士租金的實際人數 以及需求的迫切性 我們本於循序漸進 分流、分重、謹然有序的原則進行相關的應付 逐步開放入境 將現有的防疫資源做妥善而有效的運用 政府在7月22日宣布開放爆發陸生在內的應付 畢業生、境外生、反台入境以來 已經有兩週 不過我們根據教育部所提供的統計資料 等待這個回到台灣的應付畢業生的人數呢 有3100餘人 實際的數字是3164 那根據本會的了解 目前核准反台者 那麼根據教育部表示 已經核准的不到200人 就是不到6% 那實際入境的人 實際入境不到30個人 也就是不到1% 過去 這個陸房也好 或是各界人士的反應也好 非常多的基於反台的應付畢業生 他們急著要返回台灣來完成學業 在這種情況底下 為什麼開放了兩週 回台的實際數字如此的少 那麼是不是受到不必要的阻擋 或者是一些回台的障礙 是不是有進一步的釐清的需要 或者連急於反台的應付畢業生 況且入生 那對於其他想要反台的入生 他是否會順利呢 所以暫緩一下 了解他們的困難 或是我們是不是要排除這些不必要的 這個反台的入境的障礙 入境反台的障礙 是不是更有助於下一波 這個在小城反台能夠更順利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本會也認為 目前是這個暑假期間 各校尚未開學 目前入生反台的需求呢 恐怕不是像應屆別支那麼的迫切 因此本會認為 還需要觀察一段時間 那麼了解 入生入境的問題 跟持續的需求後 再配合疫情及防疫的需要 研議相關的措施 那麼有關案情 剛剛有提到 近期有傳出這個陸番 剛擾這個陸生 申請反台所需的問題 我們在這邊要強調 兩岸的兩岸關係的 兩性互動 是雙方共同的責任 我們也呼籲陸方 對於陸生反台 不應設置 完全沒有必要的政治障礙 政府將在 雙方善意互動的前提下 是疫情發展 神聖研議各項的開放措施 等待 Auf Wiedersehen 再會